1945年,批数理计算机出现 人们把打滚的纸带放入处理机 需要等待一天才能再许回结果 1960年代中,内领行出现 人们可以和计算机通过指令对话 1970年代,吃乐、苹果、微软 将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带给大众 从此,你可以使用鼠标键盘和图形化的操作界面进行交互 2007年1月9日,iPhone发布 人们滑一滑手指,能够访问移动互联网 2022年11月30日,XGPT发 在将来,使用自然语言甚至比触控还要高效得多 黄尔勋说,这是AI的iPhone时刻 这五个化时代的发明干了同一件事 那种是让人与数字世界的沟通变得越来越便利 但前几代的交互都是有门槛的 而以X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呢 这次让AI彻底学会了人类语言 大方形训练需要大量的数据集 科学家们就把人类上万亿的文文数据喂给AI 但没想到的是,大力出奇迹的AI在学习潜词造句之余 还理清了各个辞造之间的联系 比如说,我们让AI解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 他不但能搞明白书和黄金是什么意思 还理解了读书与赚钱之间的关系 大模型在训练说话的时候 说了把人类上千年来出的那些文字中的知识也学了一遍 发现了这个,科学家们可就坐不住了 之间需要专业程序员才能交互的计算机 在未来可能撕碎小孩仅凭几句话就可以操控 人与数字世界的交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这对Bank的起点并不是刚才提到的XRGBT 而是广为人知的手机语言助手 13年前,4月联合创始人达哥基特劳斯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里的男人说,嘿,我是Steve Jobs 明天能来下我家吗? Jobs后来和基特劳斯说 你是想做一辈子的APP,还是想跟我一起改变世界呢? 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呢? 4个月后,Siri从一个应用商店中的独立M 变成了iOS系统中的核心功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011年Siri刚发布的时候是多么的化时代 但当初Siri发布的有多么惊艳 那么现在的Siri就有多么智障 Siri在过去的10年间再无本质的进步 直到今天,DI语言大模型的出现 让人们看到了新一轮人机交互的转机 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哥小姐姐也请坐 我是小白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大模型放在手机上能有什么用 又为什么一定要把大模型放在手机上呢? 只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要看看手机端大模型现在都能干嘛 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厂商都在卷手机端大模型 老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我平常和厂商接触比较多 恰好前几天Vivo蓝星大模型的发布会就在深圳 他们说未来人工智能加手机结合之后 会有全新的智能体AI出现 那我可就非常好奇了 于是我去现场和工程师们深入交流了一些 带大家看看新的手机端AI都能做些什么 首先,以前需要做多部的事情 现在语音只需要一部就行 女神邀请我去看一部电影 以前我们需要退出微信 找到个票应用 点进去,搜索电影票,买票 现在只需要告诉AI我要买什么什么电影票 就可以直接跳转 如果你还不满意 截屏,AI就可以自动地识别出你们提到的电影 并且跳转到买票的界面 同理也可以用它买车票,飞机票 但如果你刚买完票准备去约会 老板发来了一篇很长的鸡汤文章 不想读也得礼貌回复对吧 现在可以让AI帮你生成回复 甚至可以生成思维导图 高墙就都回复搜独 甚至可以反向PUA老板 这里我很好奇 它一个大元模型是怎么画成思维导图的呢 正好,Vivo开源了7B的参数版本 于是我们就在服务器上跑了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2K版本 照用了15G的显存 并且它成功地在由清华和较大发布的 CEO中国能力评估中超越了GPT4 我们发现它就是生成了一个 Markdown格式的文档 然后画成了思维导图 希望之后Vivo可以添加一个 一键导处到X-Mine的功能 那就更好用了 我们可以在对话界面访问AI 帮我找一下前两天和朋友的自拍照片 这张照片拍得真不错 但是背后有无关的路人 只需要告诉AI 帮我清除背后的路人 做了之后 还能让它帮我生成一个漫画风的图片 觉得很满意了 还可以直接让AI编辑好文案发朋友圈 事实上 AI清除背景路人的功能前几年就有了 但现在 我们可以通过描述一个具体的场景来实现 它也可以方便地激活某个平时难以找到的系统功能 比如说 如何把照片投片到电视上公开 这对很多不熟练使用手机的老人来说 会格外的有用 这时候有心理的朋友就要说了 小白这些东西吧 它有用 但它又不完全有用 这就是你说的下一代人机交互 先别急 首先从技术程度的曲线来讲 以XRGBT为代表的大元模型出现才一年 目前属于技术期望的最高点 技术落地的起点 如果我们用AI的iPhone时刻 来实现XRGBT的出现 那么对App Store的繁荣生态 XRGBT那也是望眼欲穿的 都乔布斯最初反对设立App Store不同 OpenAI在今年三月就第一时间开放了官方的插件库 而就在前两天 OpenAI举行了首次的开发者大会 人人可以通过语言定着自己的大模型 在商店售卖 但此生复通了 OpenAI具体崛起还缺一个核心的东西 那就是用户的行为数据 这也是微软这么东西能通过 此前尽管微软是PC端绝对的霸主 但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软 同时也错过了海量的移动端用户数据 这据警察报告显示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现在每天平均8小时高强度的使用手机 这也意味着 小小的手机里有了大量不可告人的秘密 之前没打开一个App 厂商都会礼貌地弹窗提示你 哎呦 我想要你这个数据 之前的厂商每天只会研究如何让我们在平台 多留一些时间 多花一点钱这种匹忙的事情 数据方便了厂商们赚钱 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 而在大模型时代 数据可以为我们所用 拿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来举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难 每天需要查看的消息藏在手机的各个角落 我们每天要打开微信 微博 B站等十几种不同的软件 因此 我们想把各个信息源的数据收集起来 然后让AI整合我们需要的信息 我们现在notion中给大家做了一个玩具demo 我们叫它垃圾信息周年证 通过ISS自动收集互联网上的信息 然后用AI原大模型来取取信息中的关键词 结合这篇文章的主客观性 专业性娱乐性 是否是标记档等等属性进行打分 相当于做了一套自己的信息楼推送系统 用AI把自己能看到什么样信息的权利 从平台拿回到自己的手上 这期视频如果点赞过2万 我们加速给大家端上来玩一下 在未来问AI 我今天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呢 大家会回答到 老板安排的PPT还没做 妈妈在微信上盯着你要记得穿球裤 今天发生了哪些科技新闻 还有林音的视频更新了 记得三连这类重要的事情 刚才的功能都可以归为 让AI简单粗暴地整理和归纳信息 如果我们给AI更大的权限 比如提供我们的个人文本数据 社交帖子呀微信等等 AI从中就可以理解人们更深层次的需求 比如如果一个人聊天持续比较悲观 AI可能会在合适的情况下 推荐一些积极的资源 帮助他们来走出负面情绪 如果检测到孩子们在在线交流中有不适当的信息 或者潜在的网络欺凌 AI可以在尽量不侵犯孩子隐私的小点下 立即将父母预警 来保护设施卫生的孩子 而这就有了一个经典的话题 用户隐私 我们有这么多的信息都在手机上 甚至未来聊天记录都会给AI 如果上传云端 未来上个厕所 看上什么视频下饭 厂商们都能知道 你放心吗 我不放心 厂商们也知道我们不放心 好歹手机卷了这么多年的硬件 现在已经拥有了足够强的算力 来跑手机本地的语言模型 厂商们卯足了劲往手机有限的SOC面积中 塞入更大的AI专用的争战处理单元 在手机、CPU、GPU的算力 以每年10%的速度缓慢增长时 AI这边 则是算力没有每年翻个一辈子 不好意思往PPT上写 共同前几日 在发布骁龙803的时候全部 803是高通的第一个 在设计的时候 就考虑到生成式AI应用场景的芯片 实现了世界上终端设备 首次支持100亿参数的模型 这意味着 各类的虚拟助手 GPT聊天机器人 Stee Beauty Fusion这种 等等你见过没见过的大语言模型 都可以在手机上流畅运行 Google新一代的自然芯片 Tensor G3是直接摊牌了 Google Tensor G3 就是我们专门为了让Pixel 让谷歌最新AI技术而设计的芯片 法格那边自然也没闲 MidiaTag宣布与vivo OrangerOS在AI领域深度合作 率先实现了70亿的大语言模型 以及10亿的AI视觉大模型 在手机端侧的落地 正巧 最后这两年的发布会我都去了 看到了手机端大模型 软硬件两手抓的发展路线 大家都知道 模型参数越大 性能越强 但同时在手机上 跑通的可能性能那也就越低 所以歌家在硬件提升性能的同时 想尽办法来据模型优化 Viru这次发布了 11到1751 不同参数量级的模型矩阵 采用了简单复杂的任务 分开做的大小合适设计 简单的任务小模型座 复杂的任务大模型座 之前看很多朋友在讨论 智能手机是发展到头了吗 可以看到 在模尔定律失效 厂商没活硬整 今天 大模型给逐渐无聊 和缺乏想象力的手机市场 打上了一针强心机 比我蓝心大模型 就是一次完成度很高的尝试 根据工程师的说法 最多一年后 就会有一个初级的智能体出现 但未来的手机会是什么样子呢 翻了下20年前 人们对互联网的畅想 最乐观的是 我们可以从1万个频道里面看内容 而不是像电台那样 只有那么几家可以选 而现在我们能看到 内容的生产者 也就变成了现在的所有人 甚至没有了手机 很多人明天都不知道该怎么过 这在20年前 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好在 虽然大家对未来的想象力总是不够 但开拓欲望丝毫危险 时间倒回到2011年10月5日 凌晨1点钟 乔布斯多么希望 骄傲的震荡舞台上 把最新一代的iPhone4S 和经验的Siri展示给世界 在收购Siri的时候 或许已经敏锐地感觉到 Siri会在人机交互方式上 带来新的一轮革新 那将是苹果的下一个十年 任景十分的美好 但遗憾的是 乔布斯在Siri发布的第二天 就告别了世界 就在离开后 Siri的研发 因为各种因素陷入混沌 停滞不前 时间来到了2023年 能力救助从未有过的全新工具 再次启程 来寻找自己和数字世界 共生的新方式 希望这次不会让我们失望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李小白 我们还是下个视频见